大家好啊 跟大伙聊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 当然是从推特上啊 从支持乌克兰一方的人的这个 所发出来的这个消息啊 甭管是真是假吧 咱在这儿说一说啊 说俄罗斯方面啊 已经透露出一个消息 说俄国海关从9月21号开始 所有的18岁至65岁的男丁将禁止出境 俄国全国战争总动员即将开始了啊 之前在俄罗斯啊 这个这帮老毛子悍然入侵人家 乌克兰这个国家的时候啊 据听说乌克兰也有这么一个啊 所谓在多少岁到多少岁的男丁啊 这个不鼓励啊 也是禁止或者是不建议出国 为什么保家卫国啊 现在有外敌入侵需要男丁 当然乌克兰也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啊 令人景仰的啊 一些女战士 包括一些明星 站出来啊 拿起武器啊 不要不要红装 这个要戎装啊 对吧 保家卫国 女人都已经站出来保家卫国了 那些男人如果在这个时候 为了自己的那点私德啊 为了自己的那点利益 不顾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即将灭亡的 这种危难时刻啊 您这个像那些富豪一样啊 打着飞滴啊 开着豪车啊 坐着游艇 您跑了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 在一个民族 在一个国家受到外族入侵的时候 而且不占理 关键是不占理 为什么不占理啊 凭什么呀 我们是 我们 我们是联合国 这个成员国 我们的疆土啊 所划定的这个 这一小圈圈 联合国承认的 你作为承认理事国 你呀也是承认的 你不承认 我们怎么能是一独立国家呢 九一年我们就独立了 独立了 我不归你管了 虽然表面上 我跟你是友好的 但是我们有界限 我们有戒备 您凭什么啊 说这一块是俄罗斯族啊 这一块说俄语 就得啊 把这块归于我们 另外历史上啊 那毛老毛子啊 这个他妈的 不是共产党 盛似共产党 秉承了共产党 所有的肮脏 龌龊 独裁 阴狠啊 阴孙 阴损 妞儿坏的啊 这孙子 这普京啊 所有的一波 他都继承了啊 他说 不光是 这个乌冬的这俩地儿啊 包括我之前侵占的 克里米亚啊 包括你的入海口 你整个乌克兰 都他妈是我的 我根本不承认你独立啊 在这个时候 必须 因为对方是不正义的 我们再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卫这个国家 我不管这个国家 目前的这个体制 还是说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民主 是不是完善 这个政府是不是贪污腐败 是不是也秉承了一些老毛子的一些传统 我不管那个啊 那个是我们战后需要重建的时候 我们需要解决的 但是目前我们不能让我们这个独立的这个民族 在这个地球上被一个邪恶的人抹去 我们必须站出来啊 现在经过这两百多天的啊 双方互相的啊 这个叫万力啊 这互相的掰万子啊 互相的这个你打我一天 我打你一天 经过这两百多天的战事 还是还是那句话吧 胜利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啊 看出来乌克兰现在啊 翅膀有点硬了啊 这个欧美国家不断加大 对他的这个武器的投入 对他的支持啊 对他的这个 比如说一些情报啊 一些真搜啊 这些东西对他全方位的啊 这个贡献 哎 乌克兰现在有点缓过劲来了 不是天天的在这个基辅 网上啊 总统泽列斯基才能出来溜一圈 对吧 已经是这个 有点缓过劲来了 所以说开始要以 所谓的有点反攻 反攻 经过两百多天啊 这个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啊 老毛子现在 可能要捉襟见着了 你说他是不是现在穷的 只剩下核武器了 也不见得啊 一个这个军事上的大国 甭管他用的战术多么的落后 但是他硬件 我觉得不会说 像一些所谓宣传似的啊 他硬件全部武器库 全部都这个用完了 现在该跟这个朝鲜 跟伊朗买武器了 哎呦我的天 朝鲜能生产什么武器啊 朝鲜用的军机 还他妈的是二代半的 还不到三代的军机呢 伊朗 伊朗就更别提了 之前从苏联买东西啊 从俄罗斯买东西 包括从乌克兰买东西 包括中国支援的 包括你看他的那个 无人机那个德行 哎呦 这些我觉得都是 怎么说呢 即使从他那要点库存 也不是最根本的 也不是能原水解得了尽可的 另外这个武器强国啊 军事强国 指着这点东西啊 指着他们一个落后的 一个军事的这些 来打赢这场战争 我觉得不太合乎常理 所以说呢 普京啊 第一件事啊 我不管那条消息是真是假啊 第一件事 他要动员全国啊 包括啊 这个所谓的那些加盟共和国啊 一定要啊 给钱 出钱 出力 出源 就是兵源 另外一个 他就指着中国啊 给他的那些美金 很多人说了啊 买他的石油 用人民币买石油 纯粹 吓唬白 如果中国啊 甭管现在放出来什么消息 双方互相打配合啊 说这个 我们开始用卢布 用人民币买你石油啊 你这个用卢布买我们东西 所有的这些全都是一些瞎话啊 都是一些政治瞎话 俄国人不傻 你要用人民币买我的东西 我他妈不吃了大亏了吗 我现在中国也不傻 说你一比一啊 你那点钱 你那个他妈的卢布 早是废纸一张了 你想跟我这儿 这个洗劫我的钱 洗劫我老百姓的钱 不是老百姓 洗劫我这些官僚资本主义家的钱 资本家的钱 也不可能 所以说呢 俄国人卖给中国石油天然气 一定中国要用外币 甭管它是美金也好 或者是其他币种 比如说欧元 比如说日币 你哪么是这个澳大利亚钱 新西兰钱 只要是对于中国来说 都是西方的钱 俄罗斯就认 什么他妈一比一啊 什么用人民币买石油 那都是糊弄 中国老百姓都在给你全世界 打一个这个 打了一个谣言 就是说什么呢 我人民币现在要超越你美元 成为主导 所谓上和组织也好 所谓邪恶周星国也好 我们现在 我们之间已经自个玩自个了了 跟你美金完全脱钩了 大家如果脑子 不是特别左边豆腐脑 右边屎的话 不是在那瞎逛 等的话 对于这种谎言 一看就是哈哈一乐 呵呵一乐 真的呵呵一乐 这是一个啊 俄罗斯不允许 18岁到65岁的成年男子啊 满处瞎溜的去了 我们他妈这够呛了 你不能啊 没事这个 再处理 我们现在需要你们来当兵啊 你们来打 这个这场正义的战争 消灭法西斯啊 好多人说乌克兰是法西斯政权啊 法西斯的统治啊 就是那个波兰在 在所谓法西斯纳粹的这个 受最严重伤害的这个国家啊 全方位的支持乌克兰 我感到特纳闷啊 全方位的支持乌克兰 而且全方位的现在跟俄罗斯脱钩了啊 甭管你怎么着 你现在俄罗斯只要从我境内 这个入境啊 过关啊 什么领空啊 所有甭管什么贸易 我全都跟你啊停了啊 我就支持那个纳粹啊 你们嘴中的纳粹 你们嘴中的法西斯啊 另外相对应的还有一条 这个也是未经正式的消息 我因为我没有这个网易的 这个APP 我没有啊 所以我没看 但是很多人都贴了一个网易 实际上网易并不敢这么说 或者这个网易能这么说 绝对不会的啊 他说突发啊 中国暂停护照办理 关闭46个口案 赴美独博不回国 被开除 从严审批中国公民出境 绿卡华人回国返美 或有麻烦 这也是瞎话 但是相互对应 就像是说了说的话 对应该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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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该来说